當波籃球快遜 2022-23賽季的西班牙甲組籃球聯賽 在星期四凌晨拉開了圍幕 最終為免冠軍黃馬98比88力克鎮 加素已率領的星班馬傑羅納成功打響頭炮 其實西甲籃球的歷史並不算長 成立至今40年未到 但影響力逐年建長 現在已經發展為歐洲到世界範圍內幾位受人關注的賽事 今季賽事任直播將頂力呈現 對於廣大籃球迷來講又可以大飽眼福啦 雖然西甲籃球整體水平和知名度 甚至商業程度都很難跟NBA相比美 但西甲籃球往往在技戰術方面的水平更好 NBA聚集了眾多個人能力出眾的球員 他們在技巧和動作方面引人入勝 身體對抗亦都非常激烈 所以總能夠令球迷大呼過癮 西甲籃球就更崇尚團隊籃球 以團隊為先 各個基本功扎實的球員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 嚴格執行主席的戰術部署 所以他們的整體風格更加傳統 而且更加純粹 就此剛剛先奪得南南歐國盃的西班牙 運用基本在以西甲籃球精戰的球員為主 他們陣中並沒有任何一位超級球星 但正正是團隊至上的理念 先令他們再一次獲得冠軍 賽制方面 今季的西甲籃球一共有18對球隊 每隊需要進行34輪常規賽較量 然後按照勝率高低排名 前8的球隊進入季後賽 而排名尾2的將會降班 季後賽方面分3圈進行 最終獲勝的球隊 就是今個賽季的聯賽冠軍 西甲籃球目前有7隊球隊問頂過冠軍 其中巴賽和黃馬這隊死敵包攬了30次冠軍 排在他們後面的有巴斯干尼亞的4次 祖雲道特的2次和烏尼卡查 華倫西亞 曼雷莎的各一次 作為衛免冠軍 黃馬新賽季將會在新科FMVP 和特泰華利斯大領下 再度向總冠軍發起衝擊 而這隊孕育了盧卡當石的球隊 一直都是西甲籃球最受人關注的隊伍 至於西甲籃球還有好多大家 都熟知效力過NBA的球員 例如 米羅迪彤鎔 加素爾等 前者是巴塞2021年的奪冠功臣 後者是帶領傑羅納完成升班 而且還是球隊的持有者 另外有很多在NBA難以立足的美國球員 都會選擇來西甲籃球賺食 足以見得這項賽事的強度 除此之外 R 費南迪斯 巴里蘇娜 A 迪亞斯 艾斯卡奧沙 和柏拉等本土球員同樣值得關注 作為今年南南歐國盃的奪冠成員 回到聯賽之後 艷然想延續他們的出色發揮 總之新賽季的西甲籃球依然精彩 至於誰又能夠笑到最後不妨拭目以待 M直播是澳門球迷必備應用程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